说到审秀节目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呢 就是去年红遍大赵南北的 加多宝中国好声音 有了下一季的超高人气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也即将推出 日前呢 由加多宝浙江卫视联合主办的 唱语加多宝直通 中国好声音杭州站推荐会 也在杭州的吴山广场 如火如荼的举行了 近日 中国好声音杭州推荐会 在吴山广场热闹开幕 除了中国好声音的主持人华少之外 吴莫愁 大山这一些第一届好声音学员 也亮相舞台 尤其是大山 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了温柔 王菲两首截然不同风格的歌曲 马上就要发行自己新单曲的大山表示 看到新一届学员登台亮相 自己也非常感慨 我希望他们可以就唱出自己的声音吧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才是最有特点 就代表自己的 在杭州推荐会上 来自网络秀场的陈丽群 牛木野 刘洋等六人 纷纷用自己的歌声为自己加油 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观众的喜爱 登上这一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身为学长的大山 看到学弟学妹们的卖力表演 自然也有秘诀要和大家分享 还是睡好觉了 因为录制节目确实是非常好体力的一件事情 唱歌呢又需要起立 所以让大家休息好